老师 我来上课了 不许来上课 赶紧给我回家 太冷了 回家玩儿戏了 阿世好 站住 不许去教室 为什么老师 以后再也不上课了 赶快回去 怎么会这样 好奇怪啊 站住兄妹 今天不上课 回家 回家看月娜丽娜 小雪 今天不上课 以后也不上课了 老师 这是为什么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赶快给我回去 知道了老师 爸爸妈妈 为什么我们不用去上课了 丽儿 不去上课不好吗 我也不知道 小雪 你可千万不要去上课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 反正不许去上课 听到了吗 我知道了妈妈 我真是不上课 我觉得还是上课好 大家玩游戏看电视不好吗 可是学习可以让我们知道更多的知识 那我们就比一比看 学习到底有没有用 我和小辈都认为我们应该学习 所以我和小辈一组 我们是热爱学习队 我和大宝哥哥都不喜欢学习 我要和大宝哥哥一组 我们去加伴学习队 小经理 小经理 快来给我们弄个派 你们说的我都知道了 那我就给你们出题好了 题目随机 抢答题 谁想抢到 谁想回答 答对一题 加一分 分数多多队伍 获胜 我们去看了 第一题 三乘一五等于多少 这个题我不会了 我都出现最糟了 我也不会 我知道 三乘一五等于三个五加起来 等于十五 回答正确 热爱学习队加一分 小新太棒了 大宝兄妹 我们已经有一分了 你们要加油啊 哼 你们别多意 我们一定会用的 好 再看第二道题 小新 第二道题是 列举两个生活中 不能一起吃的食物 不能一起吃 让我想一想 什么不能一起吃呀 我不知道啊 这个我好像也不知道 哼 我想起来了 蜜糖和豆腐不能一起吃 我也想起来了 老师说过 螃蟹和狮子不能一起吃 回答正确 热爱学习队加两分 不爱学习队要加油了 题目刷新 第三题是 什么 怎么会是这样的题 唐三的第六个红环是什么 我不知道啊 就是啊 就算我看不懂说大陆 也不会去记这种东西啊 可是我知道 唐三的第六红环 是小五献祭的 所以是小五 我大宝真的回答出来了 不爱学习队加一分 太好了 我们也有分了 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玩猜题游戏 看看是热爱学习队厉害 还是不爱学习队厉害 这还用问吧 肯定是热爱学习队更厉害了 那老师你还不让我们去上课 那是因为 升级机器人进了教室 老师怕他不安全 所以才不让你们进去的 现在 升级机器人 已经被凯琳收回去了 你们可以去上课了 太好了 恐怖 小朋友们 我们要去学习了 下次再见